9月30日的时候呢 俄罗斯的情报部门宣称呢 他们已经掌握了材料 是西方的这个情报工作者呢 炸了北溪一号和北溪二号这两个管道 一共呢 炸了四个牙 现在呢 已经导致北溪二号呢 彻底报废了 北溪一号呢 估摸着也是悬了 但是今天也就是10月1日呢 普京呢 直接发文声称呢 炸这个管道的呢 是谁呢 是昂萨人 昂萨人是什么人 昂格鲁萨克匈人 就在昨天9月30日的时候 说是西方 西方的搞的 这西方范围太大了 现在呢缩小了 是昂萨人干的 谁是昂萨人呢 昂格鲁萨克匈人 咱也知道 当年的昂格鲁萨克匈人 还有朱特人呢 跑到英格兰那呢 占领了英格兰 成为了英国的统治者 他们呢 可以就说 就是英格兰人啊 咱们可以这样的理解 那么现在呢 全世界除了英国 这是昂萨人 占统治地位 还有谁呢 大美子 加拿大 澳大利亚 新西兰 这几个无眼联盟的国家 那到底是谁啊 是谁呢 绝对不是新西兰干的 新西兰说 我在南半球呢 做我的美男子 老老实实的 大门不出 二门不卖的 事情呢 我都不招惹 没我的事 澳大利亚说 我 我只是卖天然气的 这一段时间呢 卖卖天然气醒 我炸管子呢 我明的胆量 大哥让我炸的话 我才能炸 说实话我干活呢 炒大哥呢 也不相信我 加拿大说 开玩笑了 天然气呢 我这倒挺有很多 结果呢 现在呢 欧洲主要是买 这个澳大利亚和美国的 我呢 钱都没挣上 我炸管子干嘛 炸了管子 我也挣不了那钱 那谁呀 大美子说 要是我干的 你敢说吗 他还真不敢说 俄罗斯人 说话还是 很强策略的 普京也不是那么 忙的人 人家说 安格鲁萨克 修人 人家说你大美子嘛 要说美国人 人家说 American呢 是吧 美国人肯的 是不是美国人肯的呢 人家没说 American 那就不是美国人肯的 那管子 既然不是 American肯的 那就是英格兰的 安格鲁萨克 修人肯的吧 一共五个国家 排出了三个 他又不说 是大美子 那总得找个出击筒吧 安格鲁萨克 凶人英国找的 咱就收拾英国 咱呢 收拾不了美国 美国那个头太大 实力太强 咱呢 细胳膊细腿 当然俄罗斯呢 在乌克兰跟前呢 是五大三足 但是在美国跟前呢 他这五大三足呢 就不够瞧了 说是安格鲁萨克凶人的 未来呢 特拉斯有的好瞧了 看看俄罗斯跟特拉斯怎么搞 现在呢 其实呢 英国和俄罗斯呢 这怎么样呢 真是 七分对手 降于良才了 一个呢 是王小二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日不落 已经落下去了 让一个女人呢 掌权 一个呢 是呢 想恢复苏维埃的荣光 让一个傻老头呢 干事 天天呢 吹捧着说大地大地 结果呢 呃 败的一塌糊涂 得啊 现在呢 一个老头呢 呃 跟一个分女人呢 一块呢 撕逼了 咱们看看 他们撕成什么样子 但是这一次呢 管道被炸 俄罗斯估计呢 又是要找外交突围了 现在呢 这史呢 一定得涂到 呃 英国人头上 涂别人头上真不行 你说是乌克兰人干的 已经打着呢 最多呢 再加上几门大炮 再多发生几门 呃 几门炮火 那也没用 你说波兰打的 现在跟乌克兰打着呢 再跟波兰打 那俄罗斯还真是打不起这仗 哎 就跟英国 就跟英国呢 高高嘴仗 然后呢 最多呢 啊 他的战略轰炸机呢 在周围呢 绕一绕 然后呢 再试射几个导弹 进行演习演习 当然了 英国估计也会不会 闲着英国的这海中呢 在波罗的海绕一绕 英国的这飞机呢 跟美国的飞机呢 搬飞 最好呢 在大英帝国呢 再举行一次 冲事演习这么的 反正呢 这些越来越有意思 欧洲呢 现在把俄罗斯呢 制裁的呢 铁桶一般 几万项的制裁 弄得俄罗斯的足球队呢 只能在吉尔西斯斯坦拿去踢足球了 俄罗斯的猫都不能到国外去了 俄罗斯呢 现在被制裁的非常的严重 而 即便这么制裁 俄罗斯呢 也没有胆量的直接硬杠美国 好多中国的大V说 人家俄罗斯 站在反美的第一线 开玩笑 俄罗斯什么时候反过美 俄罗斯是爱美之心 俄俄有之 人家一直爱美国 一直想当美国的哈士奇 一直想当美国的津巴 一直想当美国的腊肠 但是美国不要 由爱生恨 所以呢 就把美国的其他的几个小弟呢 收拾 怎么说呢 就像呢 他想跟美国当小弟 结果呢 美国收了别人当小弟 不收他 所以呢 把快要收成小弟的乌克兰揍一动 但是他对美国呢 那颗爱美之心呢 还是如拱拱的密西西比和 一路的向前流着 我也不知道密西西比和是向东流 还是向南流 我反正也忘了 反正就是那么流着吧 所以呢 现在的情况呢 就是他欺不住 阎王呢 他下小鬼 他把英国呢 当小鬼了 说实话 英国现在也其实不弱 虽然呢 国是在衰败 但是呢 GDP 人用GDP 还有呢 军事方面呢 这还争不出俄罗斯 尤其是在海空军方面呢 这英国如果有了美国的支持呢 那吊打俄罗斯都没问题 英国的路军倒是差一点 但是 用害怕吗 路上不是还有乌克兰 大不了呢 再把波兰啊 再把其他国家叫上 一块穷乌俄罗斯 到那时候俄罗斯又能怎么样 你就算是 现在呢 拿出证据 就是英国的007干的 就是詹姆斯邦德呢 当时干的 管他呢 是肖恩康纳列 还是皮尔斯布鲁斯南 不管是哪个演员干的 你就算把证据拿出来 没辙 你的国际实力在那放着呢 你呢 叫破嗓子呢 也没有人来管 毕竟呢 得道多助 失道寡助 俄罗斯本来就有点失道 更何况呢 俄罗斯又是穷鬼 哎呀 人家呢 怎么说呢 都是贱人下菜碟 美国呢 能花得起 money 所以呢 小弟很多 这俄罗斯呢 花不住 money呢 所以小弟呢 都跑得跑散的散 所以呢 俄罗斯只能靠拳头呢 维持自己大国地位 结德国 结果呢 这一次打乌克兰 这拳头呢 都没管用 得 现在俄罗斯的这个力量呢 越来越衰弱了 哪怕呢 他就算是 昂格鲁萨克兽人干的 就算是英国人干的 你能跑到英格兰岛上 跟英国人来一场 不可能了 你的那海军呢 说实话 连当年二战时的 德国的海军呢 还都不如呢 你那空军 哎呀 能不能出国作战 这都很难说的 毕竟 现在俄罗斯的空军呢 在这场战争中呢 亮相呢 说实话 真是让人失望至极 那未来俄罗斯怎么样呢 估计普京未来呢 也会多打鱼弄战 多打口水战 而少打货真价实的阵地战 毕竟阵地战呢 伤钱伤人伤命 这口水仗呢 多喝喝水 就能继续打下去 毕竟呢 节能环保 有益于地球的这个生态文明 有利于碳中和 以后呢 希望各国呢 多打打嘴杖 少打打热战 对呀 对呀 感谢观看